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电影是《天狗》 电影主要讲述了退伍军人李天狗 成了护理员后 即使在利益诱惑和暴力的殴打下 誓死守卫园林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 男主李天狗正满身是血的 扶着墙艰难的前行着 村民们正在愤怒的揍着天狗 天狗终于一时模糊的倒在了地上 老汉七叔见状 连忙向村长报告 但村长不敢管这件事 七叔无奈又去找了孔清禾 恶恶恶地告诉七叔 就是老子让人这么干地 画面一转 村民们围着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正坐在房门口 痛骂着天狗的罪行 奄奄一息的天狗被人送进了医院 但是天狗却在最后清醒之际 打死了孔家的三兄弟 这件事惊动了现场 天狗原本是一个战斗英雄 因为被打残了一条腿后 被人安排到偏远山区 看守林场 成为了一名护林员 而打死的孔家三兄弟 正是当地有名的小霸王 他们因为偷偷砍伐园林 卖钱而发了大财 但是由于天狗是个刚正不阿的耿直暴 于是就成了孔家三兄弟的眼中钉 柔柔刺 天狗一开始 还是非常深受村民们爱戴的 梳理都收到了腿软 但是天狗却都记录下了 老婆讨花也感到这样下去很不好意思 于是天狗就贴出了告示 让大家不要再送礼了 因为天狗已经发现 村民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 就是为了可以讨好天狗 从而偷偷砍书 天狗拒绝了村民们的礼 也就得罪了整个村里的人 尤其是孔家三兄弟 但是天狗已经下定决心 要做一个称职的狐狸员 三兄弟也开始各种刁难天狗 三兄弟不仅断掉了天狗家的店 更是丧心病狂的 把天狗家的水给停了 这个村子本来就嗜水如命 但是天狗都默默地忍了下来 三兄弟变得更加的诚狂 他们对天狗的家人下手 天狗的老婆桃花 长得十分漂亮 让三兄弟也起了色心 这天晚上 他们把桃花从树林里 骗到了村子里 设下了陷阱 准备羞辱桃花 另一边又将天狗的儿子 拐进了深山里 这帮畜生竟然对孩子也下手 桃花回去后 觉得无法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他见天狗仍然不妥协护林的事情 伤心的带着儿子回了娘家 就剩天狗一个人 带着一把老枪守护着这片树林 天狗心中住着军人的灵魂 天狗知道自己的使命 既然不能在战场上保卫村民们 他就要拖着残暴的身体 保卫这片土地 所以对于烂砍了罚的事情 他绝对不会退让 孔家三兄弟是靠砍书起家的 这天他们又谈了一笔大买卖 天狗的存在 无疑是断了他们的财路 于是他们决定铤而走险 用利益诱惑洗脑了村民 把村民们召集在一起 暴打天狗 村民们都打红了叶 这就有了电影开头的那一段 天狗被打得昏死之后 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报警 大半夜 孔家三兄弟带人上山砍书 天狗用尽最后的力气 射杀了三人 不顾一切 可是巨人为了使命 也可以放弃一切 真的是很伟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播间不散吧